案情指被告08年在网上认识同年纪的女事主 女事主透露想开设时装店,但是资金不足 被告建议女事主去埋淫,并安排去接客 期间抽拥三十几万 又多次以顾客不满服务为理由,三度勒索女事主 裁判官指被告干犯的罪行严重,应该判以即时监禁 但考虑到被告在犯案时只有16岁 加上初凡,狠凝聚,并且在现在怀有新人 所以判去入更新中心,希望去珍惜机会,改过自身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郑汉成报道